台北市污水下水道建設 將後向美化了 污水接管普及率 是現代城市進步的指標 所以台北市衛工處 借著後向美化 希望可以提高民眾接管意願 我們主要是希望說 透過後向美化來宣導 還是一樣推動我們台北市的 衛工的污水下水道的推動 我們台北市的 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已經到81.5% 那目前我們是朝向2032年 能夠接管率達到90% 那希望說每一年 能夠以1萬戶的接管率來推動 那當然因為接管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從家裡房子的後向 那這樣的一個連結 我們希望說不只是讓他周遭的環境 不會有一些相關的這個維建擴建 另外就是清潔的工作 我們希望做環境的整潔 也能夠透過在後向的整體的整理以後 讓他達到市民可以在後向裡面 家庭的活動甚至烤肉或者是說他家裡的一些休閒都可以來使用 那我要謝謝 當然包括我們陳小康里長以及陳秉甫議員積極的爭取 幫忙大家讓整個環境不只是更加的漂亮 增添了城市美學 也讓大家在行走後向有一個更友善的空間 那我們這一次也結合建南結緣這樣的意向來做一個發想 那當然我想也要謝謝我們施工團隊 還有每一位參與 討論 參與在整個施工過程的夥伴 當然在中央也謝謝王洪威委員 他也非常關心我們北安裡各項的建設發展 所以也謝謝我們議員 劉才會議員 大家在議會的支持 那最重要要謝謝我們的老市長 黃大洲市長 一直以來他每一次碰到我 都再三地耳提面密 說完台北市一定要做好綠美化 所以我都會把大洲市長對我的提點放在心上 所以我們會不斷地持續推動綠美化 城市的美學 我們希望把台北市打造的不只更漂亮 更宜居 更友善 我們就從北安裡這邊開始 好吧 好 其實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是地底下的良心工程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在地底下他看不到 但是非常重要 我們從民國61年開始 就在進行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建設 到目前為止 我們接管的普及率 台北市達到了81.54% 全國的平均 也只有41.65% 那光是我們北安裡這裡的接管比率 也都有高達80%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持續不斷地往前推進 這條後巷原本撲滅老舊破損 衛工處在106年完成污水用戶接管 結合當地著名景點劍南碟園 彩繪後巷 近20種蝴蝶品種辦零散步 當初我們這個建築是融工處 給我們蓋的時候 它規劃就非常完善 然後它後巷特別的大條 那第二個因素是我們李民 非常的自治力非常的高 做了非常好的管理 所以說在我們的後巷 根本沒有這個違章建築 也沒有居民亂堆雜物的 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說具有這兩個先天的 得天獨貨的條件 所以我們就被這個衛工處給選上 先來做我們的衛生下水道的工程 然後在地面上的話 就結合了環保 結合了觀光 結合了休閒 結合了文化的意涵 把我們的這個建篮蝶園的 這個蝴蝶跟引蝶植物的 這個元素的話 引到我們的這個後巷 在衛生下水道工程 表面上的這個部分的話 來協助我們做美化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一個政策的這個體現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感謝 這個市長啊 還有衛工處的處長 能夠給我們這麼多的 這個利多的政策的支持 非常的感謝 現在台北市的用戶接管 普及率是81.54 所以接管戶已經超過了 91.5萬戶 所以我們目前台北市 希望說透過用戶接管 提高普及率 那我們透過這個 後巷美化的計畫 提高民眾能夠願意接管的意願 就是我們在推動用戶接管的同時 也會把住戶後巷的鋪面 一起做美化 那今天這個北岸路 這個後巷美化 又結合了當地的環境的特色 因為這個附近就有個 漸藍蝶園 所以我們跟當地的漸藍蝶園 有的那些蝴蝶來做發想 所以我們在這後巷畫了20隻蝴蝶 都是漸藍蝶園裡面有的蝴蝶 用戶污水接管可以改善環境衛生 減少臭味及蚊蟲滋生問題 衛工處表示 目前臺北市接管率是全國第一 將持續推進接管普及率 像寬大於3公尺 且總長度大於35公尺以上 就可以申請特色美化 由衛工處免費施作工程 記者溫俊 張啟騰 臺北報導